这给同一同意 肯定不行吧 你爸爸你爸爸走了 你们咋个给我的 我无理谈我的 我们咋个的 我知道你为了我你 虽然说爸爸现在他不在我们身边 在家里面就一个我男孩子 而且我也不晓了 有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给你们分带一些 不是说必须要让姐姐嫁人坏财力钱 我们才可以那种 我觉得这样不好 而且妈妈也就让我姐姐也是你亲生的 我也是你亲生的 孩子的话就是必须要看 必须要 相同的对待 你不要说 那啥的 你这样让姐姐知道的话 她姐姐更那种 你为了她好 你为了她好 你还让她去嫁一个三十多岁的 张浩骗了 你知道吗 张浩那个两个人之间没有缘分 分手没有关系啊 好正常嘛 对妈妈 我也不知道她心里面是想的什么 对 必须要靠缘分啊 就相当于你跟爸爸之间 没有缘分就注定要离开分离离婚的 张浩跟姐姐也是一样的 你就你心里面的打算 你就不要想了 那个 让姐姐去嫁一个三十多岁 有哪个孩子 你就不要想了 等她自己去 接触 新的事件 新的 朋友 看她的缘分 如果说她 她真的能找到一个真心 自己喜欢的话 她就让她结婚也没有关系 我的话 我现在还小 娶什么老婆吗 我还小 你居家的小孩 哦 你自己的家家伙他们两个 飞锁了 她爸爸走了以后 你挂不了她 她说 你居家的她说的 你不用管宁居家 我们自己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我们活该又不是别人看 活该自己看 只要你自己没有干什么坏事 你怕什么 叔叔 阿妹 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不管别人说 说什么 只要自己没有做什么坏事 深圳不怕影子嫌嘛 是不是 我们 但我还以为你们前几天就是 开玩笑 随便说说 没想到你是真的想要 姐去嫁一个三十多岁 还是带着两个孩子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这样子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这样子 而且她表面没有说什么 内心不知道她有多心痛 难道你的意思就是姐姐她就配一个三十多岁 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种 我也是为了你们三个孩子 你知道吗 对 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的眼里 就是说 我去听邻居家他们怎么说 只要我们 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怕他们什么 为什么要找个儿园的 对呀 换 给他找一个年龄差不多一样大的 我还可以 那种 你给他找一个三十多岁的 而且带着两个孩子 真的 真的不行 所以说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让姐姐她她自己这么大个人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让她那种 你不要 就是 我知道你也很多想法 你也自己自己的目的 但是确实 三十多岁的话就不行 对 这个是我亲妈妈 对 姐姐的话她自己有自己的主见的 对了吗 你看他们都说 让姐姐只因她自己去找一个自己有缘分的 有缘人 缘分到了她两个人自己就那种了 哇 这个也太熏了 那样二魂会苦了只一辈 对呀 没有孩子还好一点 有孩子的话就那种 你姐姐姐 我肯定你姐姐姐呀 因为 我肯定给你 弟弟说的对 直播间姐家一边你们说 我说的对不对 虽然说 我还小 但是我 我认为我说的是对的 因为第一 我姐姐现在才23岁没到 然后也没没有到那个结婚的那个年龄嘛 然后而且还让姐姐他去叫一个30多岁的带着两个孩子 我肯定不同意啊 虽然说我爸爸现在没在我们身边 我就像我就算是我家里面的就是那种 一个男孩子嘛 所以说我的话坚决不同意 千万不能当后吗 不是说能不能当后吗 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去嫁一个30多岁 带着两个孩子的话就这一辈子就回了 对家里面的顶娘住嘛 如果说姐姐要嫁人的那种的话 我今天就是好不容易把这个 我妈妈喊都是下面来 然后我们直播间姐姐阿姨们我们一起说一下 公图一下我妈妈 我不知道我妈妈 老一辈他们的心里面不知道想的什么 虽然说有一有一方面妈妈也是为我姐姐好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的话 她就没有为我姐姐也考虑过 做好自己别让别人去说 大家都不愿意 不愿意是不是啊 我也觉得好那种啊 然后你还说不要让姐姐她去收山货了 收山货如果说姐姐不去收山货的话 我们家里面的激进来源就没有办法了 像现在我们家里面那种喂猪啊收山货啊 什么开枝玉米什么的都是姐姐一个人在跟我们撑着 如果说你真的要让姐姐去嫁人的话 我也补不了书了 没有人供我 你家里面你自己穿的吃的用的都只能靠自己一个人 妹妹的读书也只能靠我们自己自成自念 姐姐嫁人的话 她就不会给我们那种了 对啊 你忘了你前几年你生病的时候 是姐姐一步一步带你去医院 然后检查 没有啊 没有啊 对啊 所以说你不要那种 好好跟妈妈沟通一下是不是 对我不知道 我昨天也跟妈妈说了很多 没想到我今天来开桌 然后她又跟姐姐吵起来 我就感觉我妈妈的话就特别的固执 姐姐去哪里了 姐姐在家里面 你姐姐很优秀 你姐姐很优秀 对我姐姐在我心目中的话 她是一个特别优秀 不要提脏了 你怎么了 你哭干嘛 我明明也哭 我明明也哭 你哭干嘛 你啊我 我明明也哭 我现在又不是在骂 就是不是说那种 我就是在劝你不要让那种 你别哭嘛 你爸爸走了以后 你来 你哭了一个车子 他不得 我明明也哭了 我明明也哭了 叔叔阿姨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妈妈现在哭 你爸妈哭了 我 obscene 你爸爸我早在你 我今生就知道 你爸爸不得了 我一点都不财 你女孩子 你妈妈哭了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 你想的 叔叔阿姨怎么办 媽媽你別哭啊 你穩住你現在是成就啊 不說了不說了媽媽你別哭 我不哭 你頭就按了一切 對你哭又 什麼那種嗎你 逗一下 我該怎麼辦 你別哭啊你阿摩你 看看媽媽 你真的別哭啊你哭哭要什麼問是吧你 搞得我都不知道怎麼說了 對我媽媽也是不容易 因為他這幾年來都是他一個人給我們撐起這個家雖然說他 怎麼說呢 經濟上面的話就沒有那種 但是他一直 鼓勵我們堅持 堅持著守護我們 哎 我要怎麼安慰啊我都不知道怎麼說了 三人 搞得我都 真的你哭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我不哭 對你內心裡面是怎麼想的媽媽媽 你說一下唄 你真實的想法讓姐姐去嫁一個這麼多歲的然後 內心裡面是怎麼想的 可能你你自己心裡面也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目的 那一次出口自己的阿摩不見 出口自己的阿摩不見 沒得炸口說 炸口一個也不可可就可可 因為你我去家炸口就行走嗎 你不適合你的城市 不是說我們 你找一個年輕 年齡一樣大的就不安全 媽媽說的是 不給他找一個三十多歲的話就是 怕被騙 年輕的不好 找一個有成熟一點的 當然你想一下吧你 姐姐才23歲 給他找一個30多歲的 而且帶著還有兩兩個孩子 怎麼搞嗎 出口阿姨妹你們說是不是 媽媽她說的是她內心裡面想的 有排骨嗎 有排骨現在給你們組織了 然後一會兒那種啊 媽媽說的是 不給他找一個年齡比較大的話 思想不成熟 然後 不穩定 對 兩個 姐姐跟那個帳號 雖然是確實接觸了兩個兩個月 但緣分這個東西如果說 兩個人那種的話 你看也很正常啊 那種的話 那種的話 你看也很正常啊 不是說我們 年齡比較小的跟同歲的人一起交往結婚 就類似啊 這個要看人 而且你想一下嘛 你給他找一個27 8歲的 或是單身的沒有結過婚的 還可以 你給他找一個2030多歲的 而且還有兩個兒子 這個讓姐姐嫁過去 不是說當後嗎 不好 我們姐姐第一 她也是沒有嫁過人的 也是很乾淨的 三觀很正 如果說讓姐姐去嫁一個二婚的話 就我 千萬不能 而且你而且你想一下 如果說那個30多歲的帶著兩個孩子的 他是一個 好男人的話 他老婆怎麼可能還會丟下自己的兩個孩子還會走 你想一下 如果說你這樣讓姐姐嫁過去 萬一結婚過後 姐姐天天被家暴 天天吵架 最後害的還是姐姐唄 你有沒有想過 叔叔阿妹你們說對不對 如果說那個男人哈 30多歲那個男人帶著兩個兒子 如果說他是一個好男人正經的一個男人 他的老婆怎麼可能會丟下自己的親身骨肉 走 你們說對不對叔叔阿妹們 真的第一 爸爸拋向我們一起走 我們已經夠可憐了 你現在讓姐姐嫁過去 萬一真的 就像我所說的那個男人哈 他家暴什麼什麼的對姐姐 真的要不可以死我們一家人 你們說對不對 不能一家30多歲 你姐姐怎麼了 媽媽現在讓姐姐去嫁一個30 356歲的 然後帶著兩個孩子 我說的是 我其他什麼都不用說 就單面的想一下 如果說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真的 我自己想說 如果說那個男人 我是這個男人 我覺得是這個男人 ある是這個女人